一到台北地检署 问的完全不是金华城 一开始先问木可 再问政治现金 请问台北地检署 到底在办什么案子 民众党开记者会炮轰北检 但等等 你怎么会知道检方征讯了什么 不知一说也等于民众党 帮忙间接证实 柯文哲被问了很多案 检方明正要查金华城案 实际上搜集其他弊案证据 才突袭式侦办 不仅30号一早 突袭柯文哲家搜索 连征讯也很有战术 柯文哲五大弊案 还包含北市柯案 第一雨果市场改建案 台志光案 以及南港转运站BOT案 更犯多案件错综复杂 检连动起来一一交叉比对 就等谁又攻出新的人 查出的恐怕不止这五案 北检回应侦查过程 处于高度浮动状态 检察官对所搜集的证据 全盘掌握后决定 侦查或询问顺序 更强调当时柯文哲 从被连政署移送到北检复讯时 检方就询问是否要休息 当时柯文哲直接拒绝 就征讯不到20分钟 刚要问金华城案 就喊累呛说要走 柯文哲30号被约谈 31号遭到生压 都在北检和法院过夜 被生压的当晚晚餐 更只有吃面包 但以往柯文哲的政治路上 主打清廉 这回因为弊案被上铐 从居留室带到征讯室 也是柯文哲人生64年以来 首度被上铐 其实说痛恨贪污的柯文哲 如今却是被列为贪污被告的那一人 这一铐不仅是柯文哲 十年从这以来第一回 人设也跟着彻底崩坏 端新闻 蔡玉山 尤雅欣 萧宇志鹏 新美在台北报道